这种人发起罢免市长谢国良 公民裁量行动短短9天 提议联署已经突破6000份 远超出第一阶段3080份门槛 谢国良近日态度转向低调 似乎想借由冷处理让罢免行动降文 那可能也是希望说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 就让他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这样 谢国良被指控东安商场招标争议 加上竞选政舰跳票 现在罢免案第一阶段达标 谢国良立刻在15号祭出电动车扩大不住新方案 被质疑这是要救火 而陈建勇市长内政部长林又昌 今天说相信民众心中有一把尺 会有自己的判断 民长立委林俊宪也直呼 这时间点太巧合 更好奇第二阶段或是投票前夕 会不会加码无条件送汽车 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今天也质疑 政府财产可以这样送吗 谢国良市府面对东安商场招标案的闪躲招式 虽然一般来说很多人觉得他处理的很糟 但其实我觉得他处理的很聪明 过去这几周以来 他认识起事件变成了一个政治对立 政治动员政治操作的事件 对于微风都是以市府的底标开架 基隆市府始终没说明白 不过把免联署第一阶段达标 公民团体将持续收建 希望可以累积更多数量 到时候通知回签第二阶段 加速达成有60天期限的第二阶段 局者分析背后原因 提案这一方大概也会有一点评估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要通过 最后要通过的这个几率 目前看起来是不太高 所以有可能就是 如果说现在过度动员的话 是不是会赞成反效果 或者说最后如果的过度动员 依旧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最后顺利罢免的这个成果的话 也会不利于未来的这个情况 因为如果你今天罢免没有过的话 那你一年内是不能再提 但是他如果现在联署过 但是他不提案 他没有去送这个案子的话 那表示他随时都可以再提 所以我觉得保留一点弹性 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好的做法 谢国梁罢免朝持续延烧 让外界联想起 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时遭罢免案 其中有以上关键大不同 其实韩国瑜因为他的那个极端 其实比较高 所以就是喜欢他的人始终的含粉 讨厌他的人其实也是极度的讨厌他 那谢国梁比较没有这个特质 他的个人的这种喜好程度 没有像韩国瑜那么明显 恐怕没有像韩国瑜有那么高的这种仇恨值 谢国梁的话人家是用说他施政不利 或者说有一些公众政策有争议 但是这个既然是有所谓的有争议 他不像当时的韩国瑜是已经落跑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施政做的好或不好 或者说现阶段来讲只是有争议 还没有到违法的情况的话 那我想可能也不是这么容易让选民去做判断 谢国梁的这个争议有没有持续的扩大 或者是说谢国梁会不会也开始有一些 反击的这个动作来去激发更多人 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 那如果说他都是一直用冷处理的方法 甚至于是也继续的端出一些政策牛肉的话 那这个案子当然就有可能就不会过了 在第二阶段的难度就会提高 学者解读谢国梁争议性 没有像韩国瑜当年落跑市长的全国知名度 恐怕议题热度会受影响 不过这回蓝绿白三方 如何应对罢免案忽之欲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率先表态不支持罢免 但下一阶段还有变数吗 学者这样说 那现在看起来蓝白持续在选后维持一个合作的 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来进行第二阶段 甚至到最后的投票的话 白银当然有可能会按兵不动 会看情况 那如果说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出来帮谢国梁一把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现阶段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即使是按兵不动 或者是只是放一些言论出来 放一些舆论出来 大概都已经可以来帮助谢国梁 听过这一关了 绿的除非到了第三阶段真正要投票 不然前两个阶段的话 绿的也不太适合在这个时候 也太明确的政治力的一个介入 因为新的内阶还没有组成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 也还是有一些蛮正义的案子 需要去做一些讨论 学者分析现阶段绿营按兵不动 避免引爆蓝绿政治对立 而这种市民下一步怎么走 引起各界关注 记得旅渔奇采访报导